A set of 5 questions, find true, false questions, and find multiple choices Now find the number of ways to answer this set of题目 所以在这一边呢,5乘2 然后这一边就5乘4 所以520,54020,10乘20 所以答案是等于200 解决 然后Find the number of ways to 所以这个是multipation rule OK,开始的 3 digit password OK,repeation is allowed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们这一边 它是有10个选择 10个选择,10个选择 所以我拿到的会变成1000 所以10乘10乘10 会变成1000 然后它不能够repeat的时候呢 我这边有10个选择 9个选择,8个选择 然后89,72,720 然后有学生就问 为什么我要从第一个写期 我从后面写期可以吗 可以啊,198 那这样乘出来也是720 甚至你中间写期的也是一样 OK,好,来 第三题 how many number between 5,000跟6,000 然后 without repetition 这样 它说它要5,000跟6,000之间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4位数 然后我只可以用5开头 我4开头已经不在5,000 6,000里面了 2开头也不可以 7开头也不可以 这个也不可以 所以其实这个5已经fix在那边了 我们不管它 所以这边一个选择好的 然后 呃,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 就还有1,2,3,4,4个 4乘3乘2 然后4,3,2,24 所以它有24个选择 所以它这边它有24个选择 然后接着呢 它问有多少个属于双数 所以双数的时候呢 你就心里想 我这3个 这个是5拍头了 然后双数的话呢 248结尾就是双数 还有3个选择 这3个用掉了的时候 我就剩下3个2个这样乘 然后1乘3乘2乘3 339 298 所以18 现在当时18 对 第四题 a couple and their 8 children 总共有10个人哦 他们去看戏 然后排一排 然后 呃 它说那两个couple要在一起 所以10个 那两个合起 它变成9个 所以它是9!乘2! 所以在这一边的这一题 它是9!乘2! 哇!8个孩子很厉害 这种年代还有生这样多的人 725 760 OK 725 760 好! Sit at both end of the row Both end of the row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它在这一边第一个和那两个couple 然后12345678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 然后剩下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变成8!7!6!5!4!3!2!1! 所以我这一边就有8!7!4!3!7!5!6!3!5!7!6!5!3!2!8!ah! 选择减掉side by side ok 它不要做一起就是 所有选择减掉做一起的 ok 所有选择的话是10 factorial 减掉725 760 ok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是 这个是做一起的 然后如果我这边有一个10 factorial 在减掉它的话 我会变成290 3040 290 3040 所以它会变成290 3040 这一题有难度 通常做一起的我们会遇到 不要做一起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是所有选择减掉做一起的 所以不要做一起的题目 其实还是做一起的题目 只是你要多一个动作 Find the number of way to arrange each of the word Baku and Bakka 所以Baku的情况之下1234 然后这个呢它会变成4 factorial 4 factorial的话432 24 Bakka的情况之下1234 它是4 factorial除2 factorial 因为我的有两个a 所以在这一边我拿到的是12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1444 所以Baku没有一样的 Bakka有一样的 所以它们Baku不一样的 然后Determine the number of root for an object to move from a to b 它可以 它可以只可以向上 或可以向这边而已 你看我这边有12345 这边有123 就直接3乘515了 3乘515了 OK 所以它这个是 它不是15 它的这个呢 它是这样 8 factorial 5 factorial 5 factorial 3 factorial 呃 第六题 它是8 factorial 5 factorial 3 factorial 呃 1 2 3 4 5 6 7 8 所以它走8步 然后 它可以是 3 factorial 然後5 factorial 就是说它 它有8个选择 它要选择八十 第一次选择 1 2 然后第二次选择 1 2 第三次选择 1 欸 第三次 1 2 3 第三次选择 只可以向前面 OK 好 总之 呃 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 如果根据它的 如果我要根据那个 课本的答案的思路的话呢 就是说它其实是走 12345678 它是8步 所以8步的时候 然后向前的5个 5个是向前的 3个是向上的这样 所以它的 是属于这 这一个的啦 OK 然后它背后的原因 我过后找到了 我再来重新路过一下 A group of 7 children are competing for 6 chairs 然后它是10个的 OK 然后 anti-clockwise 然后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arrangements for this game 所以在这一边7个选6个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变成7选6 然后再除6 所以就是说 它有7个位 有6个位置 7个人来选 6个位置 7个人来选 然后过后 因为它是圆座 所以我再除6 所以这个是选的 然后再 选的之后 然后再来6个位置 这样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个是7P6 然后它又有6个位置 这样 所以7P6除6 所以在这一边我都有7P6 然后除6 然后拿到840 OK 好 然后 就是这样 刚刚这个8Factorial 5Factorial 3Factorial 这个是56